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們又請到了 咪~~ 來為我們做一個關於 因為大家都太喜歡他 所以就想說幫他做一個QA 喔這是他這次還在換學的 小愛心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想知道很多關於他的事 所以呢我們就乾脆問你們 欸到底想知道些什麼 我們就一次來回答 所以今天呢我們準備了差不多15到20個問題 不然你看我們兩個都會講話 等下看半個小時吧 你會看到瘋掉 所以我們挑了一些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回答 GO OK 第一題是 姊姊為什麼會選擇到美國生活 Why Why 因為姊姊從小到大就是在美國長大的 我就在美國生的 然後12歲的時候搬回台灣 就是我出生的時候 對 每天才1歲 然後我那時候12歲 所以回來就是讀Shawney學校 讀完Shawney學校讀了美國學校 美國學校讀完了再去回到美國去上大學 剛剛沒有聽到跟中文有關的學校 中語學校有學中文 人家中文也是國小六年級 我 現在你別敢講 所以 上完大學以後當然就在美國找工作 然後就一直 找老公 找老公 然後我已經留在那裡了 對啊 因為很難啊 既然都在那邊結婚了 你就很難叫他們回來 然後他剛剛就說我中文程度這麼爛 怎麼可能搬回台灣 I mean 而且其實就是 你這樣子的生長過程 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所有的習慣啊 或者是他們的文化 或者是他們 反正就是 因為他耳濡目染下 他根本就是一個外國人 你看 你們都覺得他 很多人都覺得他是混血兒啊 所以 有點難叫他們 硬把他們拉回台灣來生活 他們可能會比較不習慣 好貼心 好 好 下一題是 姐姐在美國的工作是什麼 你有沒有一些job history的 好啊 所以我 你可以用英文 在大學讀是讀那個大東媒體 讀communications出來的 然後一出來 my first job was in PR 公關 在一個agency做PR 然後呢 PR做完了 I went into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然後I went into digital marketing 數位的 現在 最多最流行的 就是現在這種數位行銷 然後呢 現在的工作呢 就是在Mattel 幫Barbie娃娃 做 美代兒 是美代兒吧 是嗎 Mattel Mattel就是做大富翁 Hotwheel Hotwheel 這些玩具啊 還有Barbie都是Mattel 所以Barbie的 digital marketing 現在就是我在做 所以任何在Barbie的網站 Barbie的網站 Barbie的APP 要去按讚嗎 在幹嘛 就把所有的Links 全部都是我在 現在在做的 超酷 超酷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兩個的興趣真的很像 我們兩個Dream Shop 都是Eva Chen 就是在 Oh my god 在Instagram工作 I want to meet her so bad 而且她是Fashion Partner 所以她又是可以 有Best of both roles 有Social Media 又有時尚的那種 她可以這樣 而且她也是姓陳的 所以我們是結妹 I mean Eva 叫我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等姐做到那個職位 我們再去訪問她 OK 好 下一題是 姐姐怎麼跟阿喵相遇的 阿喵 My little fur baby 她現在不在台灣 在美國 好心痛 阿喵可以這樣 好鼓掌 她每天好像都會坐在 就是我姐夫的那個 她平常坐位置 等她回來 已經等了幾十天了 還是沒有回來 其實我從小長大 是一個 對貓沒有什麼感覺的人 我們其實家裡的人 都是 我們都比較喜歡狗狗 那那個弟弟在上大學的時候 他的roommate 領養了一隻貓 那他的roommate搬走了 弟弟就 接收了那隻貓 所以他保持了那隻貓 那弟弟 上學畢業的時候 他從西安歐搬到L.A.來的時候 就不能帶貓 那他就把那隻貓 還給他以前的roommate 但是他那個roommate 當時是住 Boston 弟弟住西雅圖 所以差的距離很大 很遠 那那個roommate 又在台灣 度假度 好像在台灣 一個月 那時候就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沒有人可以看阿喵 那那時候我住紐約 我就跟弟弟說 那不然你就把阿喵 從西雅圖 飛到紐約來 那我幫你catsit 就是幫你babysit一個月 那你roommate 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把阿喵給他 因為紐約跟Boston的距離 就近很多 然後就說 好好好 那阿喵就好可憐 一個人坐那個 一個人在箱子裡面 他去接機 他從西雅圖 自己坐飛機到紐約 然後我們還去機場接他 然後呢 就大概三四個禮拜以後 跟阿喵相處 這樣就愛上他了 他太可愛了 因為他很會撒嬌 他很愛講話 他很愛講話 然後你回來 他會在門口跟你打招呼 像狗狗 他就是一直像狗狗的嗎 嗯嗯嗯 他就很affectionate 所以 那一個月過後 我就打電話跟弟弟說 欸 不還囉 哈囉 We're keeping her 然後 我們保持阿喵 然後再過一個月 我們其實就從紐約搬到 一個月 一年吧 一個月 一個月 兩個月 然後阿喵又跟我們飛 他真的是一個飛了很多 底層樹很多的貓 對啊 而且看到那個飛機的蛋 才會怕 對啊 對啊 真的很不想在做 所以我們就一直留著阿喵 然後呢 事劇上唯一愛阿喵的人 比我愛一個更多 就是 Cabez 喔對 哇 我們全部都從對貓美感 就變成 crazy cat lady 連我媽喔 我媽是真的 很不喜歡這種小東西 就是她看 那貓乖的欸 她就 嗯嗯 對對對 她剛確定說 她要包牙水錢給阿喵 哈哈哈 下一題 姊姊為什麼可以這麼的正能量做自己 嗯 那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而且我非常驚訝 你問這個問題 沒有真的 真的 嗯 分兩個不一樣的回答 我覺得做正能量 我認為是 人生很難 聽說 已經結多喉嚨了蠻多年了 十一年了 你生活中是一定會有挫折 一定會有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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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可以控制 你只能控制 你只能控制 是 如何回應這些情況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一直抱怨 一直哭 一直很悲 一直很悲 一直生氣 或者你可以 比較樂觀地去面對 去想說要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 或是 去感受 可能你這個問題是很大 但是 你的生活中的部分 才是很好 對我來說 當時我有挑戰 很難 但我知道 我有一個很愛我 很支持我的先生 我有阿妙 我有我的家人 一直陪伴我 支持我 所以 不管 再怎麼樣 事情 再怎麼樣 再怎麼樣 我都知道 我會永遠都會有這個支援 所以 那是講正能量的內部 陳牧師 謝謝 陳牧師可以去講 另外一個是 做自己 做自己 我這個姊姊比很厲害 這個也是 一樣的 就是 那 有些人都會喜歡你 他每次都這樣說 我每次都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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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這樣說 有時候他如果 他跟人家不高興 我就說 有7 billion人 我沒有可能說 大家都會喜歡你 大家都跟你的想法是一樣的 這是其實 世界上的美麗 每次都一樣 每次都很不同 每次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經驗 那 你可以跟人家 你不必要改變自己 所以別人會喜歡你 只要成為自己 和你身體信心 和你身體信心 再次,生命是短的 喜歡你的人還是很多 然後你自己去改變自己 然後你不想成為自己 那你自己反而活得很辛苦 什麼意思? 下一題是 我們差這麼多 所以為什麼感情還能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也是現在 小時候我真的很小的時候 他就是像我的Babysitter一樣 幫我泡奶 人家以為我是他媽媽 站在那種超級市場 我抱著他 人家就跟我說 Oh my gosh, your baby so cute 就在12歲而已 在那時候 就是真的是只有一個 單方面的就是他照顧我這樣 然後後來 當我已經開始長大的時候 他又不在 所以呢,這段時間 就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gap 是一直到這幾年 因為你知道 姐姐需要我才可以 永保年輕的 所以呢,我們就開始會比較 常聊天 然後呢,比較 因為 興趣太像 興趣很像 個性很像 所以我們很多興趣就是 Fashion啊 Beauty啊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Food Cats 所以就 很多話題可以談得來 而且很多人就問說 我們有沒有吵架 其實根本就 其實很少 很難吵啊 因為這是真的是在一起的時間 太少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發生 對,我就去上大學啦 一直到 對啊,一直到 我們幾乎每年 大概就見一兩次 一兩次 對啊,所以 就沒有什麼吵架 在一起就很 很珍惜 在一起 很嗨 很嗨喔 下一題是 姐姐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嗯,好多喔 當然 首先當然就是家人囉 再來的話 大概就是食物 什麼 選一個 好多喔 不行啦 超難 我們每次回來都會有 列出來 早餐要吃什麼 中午要吃什麼 點心要吃什麼 甜點要吃什麼 晚上要吃什麼 宵夜要吃什麼 每一個都要去吃到的 才可以回美國 他總是就我說 MEN你要確認喔 我們是真的每一個都吃到了嗎 每一個都要check掉 吃了吃了 最喜歡三個 好,三個 牛肉麵 這個絕對是 麻辣火鍋 超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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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蔥抓餅蛋餅 沾出來的 喔 Yeah, shit 怎麼辦 怎麼看 太多了 太多了 也是水果 水果 對,水果真的 蓮霧,世佳 Everything 紅燈那個火龍果 Everything 然後我跟你講喔 台灣的水果很奇蹟的一件事就是 在我們家台灣的水果沒有找皮 哈哈哈哈 因為你在美國自己買水果要自己洗,自己削,自己切,然後再吃,然後就覺得喔,好煩喔,吃個香蕉就好了,不用洗,不用切,在台灣,每天早上起來,哇,爸爸都已經全部都消好了,蛤皮瓜,柿子,水梨,蘋果,火龍果,所以才這麼愛回來有沒有,回來就是公主啊,好,下一個要進入大家都還非常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那我們先從第一題開始,就是,你對 Kevin 的 第一印象是什麼? 第一印象是什麼? 第一印象 開箱囉 好帥喔 超真實 他在心裡超怕 好帥喔 那下一個 是 你跟 Kevin 是怎麼認識的呢? 你們還請問 嗯 Drunk at a bar at a friday night 因為一直有人問說要怎麼交一個帥老公 剛剛那就是你的 那時候我們在,我是住紐約 剛搬到紐約大概兩個月而已 那我們是 就那時候二十... 就是三、二十四歲嘛 就常常 Weekend就會跟朋友一起去啊 Party And then那天晚上就是去一個 Bar for我的朋友的朋友的生日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後他剛好也是去同一個Bar for朋友的生日 真的喔? Yeah Not the same朋友 And then他還走去我就說 那個那個 好帥喔 對 And then So我們是禮拜五晚上認識的 然後禮拜六 我記得禮拜幾耶 Yes 禮拜六晚上再Hang out一次 禮拜天 我就從紐約飛回台灣 過Christmas Grey 兩個禮拜 那我要回到紐約的時候 他又剛好去San Francisco工作兩個禮拜 所以中途大概有四個禮拜 快一個月 一月的時間我們是沒有在同樣的地方 所以就每天E-mail啊 Facebook啊 怎樣怎樣怎樣 對 轉不了了喔 然後呢 兩個人同時在紐約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go out 然後約會什麼 我記得我的first impression 是看到他 什麼first impression 有你寄那個照片回來給我們 他們去中間跟我們環球 唉唷 唉唷 不錯喔 好帥喔 因為那個時候 他看照片真的還好 我那時候真的是 跟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我就整個就 嗯 對就好 牛 嗨 你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哪裡 就是在牛 媽 他在問你嗎 對 就從那之後他們就一直day day day 然後呢就 結婚 五年前結婚了 五年前結婚了 不好意思 已經結婚五年了 好 那下一個呢 是 喔 下一個是比較一個勵志一點的 就是 嗯 如果你現在碰到了二十歲的自己 你會對自己說什麼 那我們把它合併 還有就是說 欸你對現在的社會新鮮人 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嗯 What I would tell 我二十歲的自己 is just don't freak out it's gonna be ok it's gonna be ok 因為尤其是我覺得年輕人 you have so much going on 要申請什麼學校 要考什麼事 要找工作 然後搞找工作完 要怎麼升官怎樣怎樣怎樣 there's a lot and then a lot of times 你會 I think it's good for you to have a plan 說我想要這樣子做 我想要怎麼樣做 但是 you also have to be flexible in that 如果 things don't go your way 你要很快的 be able to 轉換 and not get upset and again not get sad or depressed or just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make the best out of the situation and so 當時有些事情可能會 oh my god 如果我不進這個學校 我整個人生就已經毀滅了 like trust me you'll be fine it's gonna be ok so just having that big picture perspective i think really helps 那年輕人 I think just always be hard working always想說要怎麼樣 do extra not just what you've been asked but go above and beyond and do extra and then I think also 爸爸教我們的就是 尤其是如果你有 any kind of conflict 或工作上 有什麼做不好的話 你不要先想說 是 oh是誰錯的 是他錯 是你錯 是誰沒有寄那個email 誰時間沒有搞對 怎樣 你就是要先往裡面想說 how could I have made the situation better did I do something wrong first and then that helps you to better handle the situation instead of always 責怪人家 我爸爸就是一個 我爸爸就是一個天使 讚 我跟姊姊有什麼 互相最喜歡 對方的地方 還有最不喜歡對方的地方 他這沒講過耶 對啊 好 你先講 我先講嗎 最 講 先把醜話講在前面 okokok 最不喜歡 最不喜歡 他可能會有點 他有時候會有點太 因為他遺傳到我爸爸 就是都是那種緊張大 就是他會整個人就是 我們今天要做做做 不然我們做的 快點快點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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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minutes 他一定要 這當然是有好有壞 就是他很organized 可是他有時候就是會 太緊緊張 說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如果說怎麼辦怎麼辦 所以就是 我就是比較囂張 We're fine ok No we have to go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traffic and we're not going to get there I can't play parking It's just really annoying Did you not see my itinerary 我已經寫好 sword 還沒有出門了 好換你講 不喜歡的 不喜歡的喔 就他比較有時候會 like 什麼啊 就很亂 然後出手出腳的 他家裡最小的好像都會這樣 他就有東西亂丟啊 我最討厭他一點就是 他每次出去他的皮包啊 他就放手機 放皮夾 all the重要的東西 放在皮包裡面 然後皮包就不關 然後就開著在那邊 然後就從北車這樣走啊 然後在路上走啊 東西就開著 Oh my god 一定會有人偷你的東西 一定會有人偷你的手機 一定會有人偷你的皮夾 你就把袋子拉起來就好啊 她不做了 她不做了 好 下一個是喜歡的 喜歡的話 太多了耶 哇 不知道是不是 我覺得喜歡的應該就是 像大家講的吧 就是這個正能量啊 跟做自己 因為我比較沒有辦法 我比較容易在意別人的看法 就是 都是他告訴我說 管那些人幹嘛啊 像我就做不到 但是這個就可以 他來感染我 然後你也知道他多好笑 就是雖然我覺得我已經很好笑了 但是你覺得你是跟誰學的 你看你看你看 這個世界上大概只有我 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很容易 就是會 會被反講一句 你知道我通常跟別人講話 我都是OK 贏囉 然後跟他講說 NO 他比我還更好笑 我是師傅 她是師傅 師傅 師傅 所以這個是我很欣賞她的地方 好 我覺得 妹妹 I really admire她去 chase her dreams and passion 這一點 嗯 我們從小都有開玩笑 我們家裡我啊弟弟啊 都有做過明星夢 因為我們都很愛唱歌啊 都很表演啊 都會表演啊 但是 只有妹妹有真的去 去 Pursue this dream 她這樣子 她去開這個 YouTube channel 去start這個 Instagram什麼 都是一個 It took a lot of courage 嗯 然後我一路看她這樣子做 也 也有 也有好 也有壞 你們是沒有看到她 在家裡自己哭的時候 被人 被人家欺負啊什麼的 所以 很 It makes me just so proud 啊 要哭了 姐姐只是沒有要講說 這樣我就可以帶她去什麼 哇 她每次都跟我講說 咦 如果妳有一個公關要帶妳去 拿一個活動去 波拉波拉妳就知道要帶誰咯 當然咯 I'm so fun 她從小就看中我的潛力 開始通知我 然後現在就整個 有沒有 媽媽媽媽要做新媽 我要做經紀人 so 可以讓早日讓姐退休 YES 好 好 那最後一題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問 我也常常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問我 就是 姐姐在美國 都怎麼健身呢 其實我很討厭健身 我是很愛吃很討厭健身 but 因為我吃太多只好健身 在KPOP 而且還有一個健身房 老公 對 我先生很喜歡健身 很愛健身 每天都在健身 所以 生活就是健身跟貓 對 所以如果我不健身的話 會讓我很有罪惡感 對 但是其實也是 所以每次去健身房怎麼樣 oh my god每次去健身房 I hate working out next year 因為她每次都是每個 like exercise 姿勢 她都做得最好 然後加體重 然後教授都會說 Great job Kevin but 其實是從紐約搬到L.A.以後 才會比較去重視健身 因為L.A.的那個culture就是很 對阿 大家都穿YogaPan Yeah very healthy Clean eating Clean eating 就是喝green juice 吃蔬菜水果 然後尤其是外面天氣又這麼好 所以很多人就會在外面 對阿 就外面運動阿 跑步阿 起腳踏車等等什麼的 所以 我是個人是比較喜歡去那種 classes 因為如果我一個人去 gym的話 I don't know what to do really and then 我需要 someone to be like yelling at me Jennifer You can do this 我才會去 有覺得說一定要去做 So I really like classes that are high energy 然後有很好的music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兩個 一個是叫 Megaformer Megaformer就是類似 有點像皮拉提斯 但是比較 更intense的 皮拉提斯是比較小的動作 然後是比較慢 對 那這個Megaformer是 比較大比較重的動作 然後你要換的姿勢啊什麼的 都比較快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Megaformer 然後我很喜歡Soul Cycle 嗯 最近在台灣也開始 好像有一個什麼 新的 所以就是騎腳踏車 然後跟著音樂的B去騎腳踏車 但是不是慢慢的騎喔 是很快 所以算是一種Cardio Cardio叫 有氧 而且手有時候還要搭配著 牙齡啊 它就是一個全身協調的一個 讓你不只是 就是有點像在腳踏車上 坐其他的運動 以至於你全身都來動 這樣子才最有效 它一直要拉我去 我可以這樣做 我們下次她妹妹來的時候 我們去Live Vlog 她去Soul Cycle 她一定會有死掉 她那時候 有一次來 暑假的時候 來那Cavin教她運動 她隔天 好像連續三四天 全身超痠的 她大腿走來走去 我超痛一點Squat 她就一直戳我大腿 她就說 嘿妹 我就 超煩的 她就一直戳我 一直戳我 你不要看她這樣 她超幼稚的 我現在把它夾一睫 然後發現別人是 還不承認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姐姐在美國求學過程中 有沒有碰到一些困難咧 其實我還算說是蠻幸運的 沒有什麼大的困難 你會被就是 因為你是Asian 然後被歧視嗎 對 只有我A的時候 以前是上小學啊 因為常常會回台灣嘛 那回台灣的時候 媽咪都會在台灣幫我們買衣服啊 那台灣的衣服上面 有時候就英文字 或者是一些 亂拼 文法 或是一些什麼 the pencil jump moon sparkle green 對啦 就 something that doesn't make sense 那我這樣子 穿去美國上課 小孩子看到都 What is that? What are you wearing? That's so weird 有這樣被講過啦 但是 其他的就 也還好啊 因為他其實跟老外已經 他還有很多那個外國朋友啊 你在公司 他也就融入的 他只處長得不一樣 其實都很像 然後我們在 在加州啊 紐約也都是亞洲很多的地方 也是 所以不會說 像一些比較偏僻的 可能只有 你一個人是亞洲人的話 可能就沒有 像Kevin 我先生在 在紐約的一個 不是紐約市 但是是一個比較小的 town 長大 那他就是他的一家人 就是那個 town 裡面 唯一的亞洲人 喔真的喔 就他 他唯一的亞洲人 就是他表哥 哈哈哈哈 好 那 哇 其實明明說15個問題 又變得快半個小時 講好多了 還有誰在看嗎 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就 謝謝大家 謝謝 就是這麼想了解他 然後提供這些問題 也希望你有幫助 大家問得好用功喔 對啊 我姐姐就說 怎麼一下就已經快100個留言了 我說你才知道 對 我覺得他這次回來 不可以太邋遢 因為在路上 別人會說 我都不敢素顏出門喔 我都負責幫他拍照 就說來來來 好好好 好啦 所以今天就要謝謝大家 那希望可以再次趕快 邀請他到我的影片裡面 謝謝 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喔好熱喔 天啊 我的膝蓋下沒有在流